今天我想介紹一位朋友給大家認識 不過嚴格來說,其實就是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 他離開香港之前也拍了幾條短片 大家早上好,我是秋實 現在是8月17號的早晨8點半,我在香港 為什麼來香港呢?因為香港現在很亂 就跟前一段時間我去江西的水災現場一樣 做律師是我的職業,去新聞現場是我的興趣 我特別喜歡當年白英松先生說過一句話 叫做,對於新聞記者來說,最大的榮耀是大事發生我在現場 香港正在經歷歷史性的變革,我希望親眼來見證這段歷史 我不想當老了的時候孩子問我,香港在2019年的夏天發生了些什麼 我們啥也說不上來,或者只會跟著媒體喊一堆的口號 只會跟著網絡去宣洩我們的情緒 所以我一個人匆匆忙忙的就來了,我不是大陸的特工,我也不是記者 我就是個普通的中國公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律師 我希望親眼來見證這裡發生的事情 親耳來傾聽當地人的心聲 我就是對中國的輿論環境和媒體環境不太滿意 所以我自己來到香港現場,我想自己來充當這個媒體 大家上午好,我是邱時 現在是8月18號的上午11點,我在香港旺角 今天給大家講三個來自香港的關鍵詞 一個是和理非,一個是勇武,一個是不割席 今天下午2點是香港的民主派在這邊會有一個集會的活動 已經有幾千人起床在這裡 本來我有件黃色的衛星 但今天下午有兩個韓國的記者問我,黃衛星是哪買的 我從大陸帶過來的,沒辦法,我也不知道在哪買 所以我就把黃衛星送給他們了 那我多說一點他的背景給大家聽 讓大家感受一下他的為人 他叫陳秋實,33歲,是一個律師 也曾經參加過大陸的一個節目 叫做《我是演說家》,歷過亞軍,從而走紅 所以他微博是有77萬粉絲 77萬? 我自己有多少呢? 沒萬多? 那《我是演說家》是一個什麼節目呢? 大概是你當它是一個talk show 看看誰說話聰明就贏了 他在節目裡面有五個演講的作品 在網上也累積了超過一億五千萬的點擊 一億五千萬? 《Almchero》最厲害的影片是多少? 是66萬 騙騙騙的那條片? 什麼片? 他除了是一個律師之外 還做過配音員、記者、電視編導、電視主持人 舞台劇、劇集的演員等等 所以就被稱之為文藝律師 秋實他還說過 做律師和投資其實都是他的工作 他真正的夢想就是想前線做一個新聞記者 和想培育新聞人才 我也有在想 如果比起我從小時候都在大學生活的話 我會不會投資欲這麼強 就像他那樣 我特意要走去那個地方 看看是不是真的好像電視一樣說 我想我都未必會 我想可能我都會只是 相信他說什麼 我會被那個地方同化 然後那個地方播什麼新聞我就相信 最多我會在大陸翻牆 看看其他地方的新聞 我做律師的違法的事咱不能幹 但是我也不理解為什麼 第八出征還有那些飯團女孩 就可以隨意翻牆出來罵人 就沒人管 咱不管他們 所以他就決定人欲翻牆來到香港 看看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拍下所見所問 就告訴大學人 我想他都明白到 如果在大陸講真話的話 其實會有什麼後果 但是他都要堅持要來 我覺得這件事是勇武過勇武派 他來的時候就剛好參加了兩個香港的大洋集會 即817和818 昨天8月17號晚上5點 在香港的這個天馬公園 由建制派組織了一個叫做 反暴力愛香港這麼一個大型的活動 參加建制派所組織的活動的人 以中老年人居多 而且有很多是像溫州同鄉會 東莞同鄉會 還有一些是從大陸來的遊客 他參加818反送中的集會的時候 他還說了以下的話 很多大陸的普通老百姓 對於香港現在發生的事情 是完全不了解 把你們的犧牲用普通話 用簡體字的方式 和大陸的朋友們知道 如果你真的把這些東西 轉成簡體字 普通話這樣傳上去 一定會被人禁言和滅聲 還傳什麼東西 但我想他的意思只是說 明知是這麼困難也好 都不要放棄說真相給他們聽 不要放棄跟他們溝通 我看完秋實興這個香港力險記之後 我看到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這個世界上總是會有一些人 對於真相的追求 是很堅持的 你不知為什麼 你好地地 你怎麼會說 我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看看發生什麼事 你人有多好會這樣 但你原來這個世界 是真的會有這種人 真的很堅持 第二個重點 我們可以看看 他在友善訪問怎麼說 在資訊接收不對等的情況下 兩地的民眾 還有沒有可能和解到呢 他就覺得要靠對話 內地其實是 黨和政府是控制著一切言論的出口 民眾想要引導這個對話 是比較困難 但是並不排除有許許多多的人 想要這樣對話 包括我來到這兒 我的微信群裡面 有好多朋友說 秋實幫我帶一個祝福給他們 不是所有的大陸人都恨他們 不是所有的大陸人都在罵他們 本來我都會在想 如果你叫我 阿豐仔 如果你要你去嘗試 跟內地人溝通 去說給他們聽發生什麼事 你會不會呢 你覺得 不是吧 還說什麼 你是兩個世界的人 要對著一些溝通不到的人 去溝通 其實都不用溝通 還有可能會跟你吵架 我有什麼位 為什麼我不用這些時間 去做其他實事 我為什麼還要浪費時間 去跟你所謂的溝通 或者硬把我那套東西 去說給你聽 我自己的想法 不是說 將自己那套東西 強加到別人身上 而是你怎樣 將我所知道的東西 我所知道的 其中一方面的真相 的一些碎片 或者其中一個angle的事實 我告訴你 你可以不認同我 但起碼你要知道事情是怎樣 你不要 是不想知道 或者你要很堅決地拒絕一些真相 可能會有人問 蜂仔 不是吧 今時今日這個時勢 還要感化別人 要歸邊 你都歸邊 這個時候不是更加重要的事要做嗎 我絕對認同 我意思不是叫大家停手 我們又要回去溝通這個位 而是做其他事的同事 不要忘記溝通這件事 因為我相信今時今日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放棄了溝通 因為覺得要溝通的都溝通過 亦都提出過想溝通 但是溝通不到才會這樣 但我看到秋實興之後 他完全是震撼了我 為什麼會有一個人 用著他的生命 或者用著他的前途去告訴你 喂 我很想將一些事情的真相 告訴你 儘管可能我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我都一定要將一些事情的真相 告訴別人 我想現在很多香港人 其實可能都已經去到一個 六親不認的地步 大家都一定試過溝通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很溫和地對話 然後發覺 不是喔 聊聊一下 這個人不是想聊的 那你談不成就可能會升級 他說他打完球 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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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的升級的意思是 就是 吵架 我說吵架 雙方就會說一些很激動的說話 甚至是一些最難聽的說話 都會說出來 可能這個時候就會有人問 溝通到最後 吵架還是溝通嗎 我覺得有兩個方法溝通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很溫和派的人 他在公司有什麼事都好 他都會盡量是用一個 息事寧人的方式去處理 即是有爭執有爭執 他都會是 欸 不用吵的 看看這樣會不會就過到骨 會不會這樣就解決到 不一定要吵架 即是可能儘管 問題到最後沒有解決到 但是他都會是想用一個 溫和一點的方法去處理 不想大家所謂的相和氣 那第二個方法呢 我自己覺得有些事情 是一定要 可能有些正面的衝突 不是有些正面的碰撞 才能解決到 即是我在說 吵架 即是好像情侶一樣 你平時你可能因為不想和他吵 你就會看到很多不順眼的東西 或者一些問題 你不會出聲 你會覺得 喂 不要吵了 我剛剛才哄他開心 又吵 我又要哄 即是可能大家會為了避免 吵架 而平時的時候 你會一隻眼開一隻眼閉了很多問題 但當你去到一個位置 你忍無可忍 你一定會吵架 情侶之間 那你就會吵架的時候 你就會把平時不出聲的東西都說出來 平時你又不出聲 你現在又說我有問題 平時你又不說 因為你平時不想吵架 那你就會把真東西收起來 你不說 不敢說 大家為了安樂感過日子 就不會把真實的問題說出來 那我覺得有時的真相 或者真話 永遠都是最難聽 和最殘酷的 未必是個個對聽 或者是想聽 因為你一說出來 就很大機會是要吵的 你沒有可能可以 什麼平心靜氣 坐下來慢慢談 其實很難 平心靜氣慢慢談 通常是什麼階段 就是 吵完之後 大家覺得很累了 我們再坐下來慢慢談 但是如果你平時不解決一些所謂的小問題 或者平時你就是眼睛開眼閉的話 立刻立刻你會去到最後 你會發現當你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能你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了 大家晚上好 我是秋實 現在是8月20號晚上7點多 我在香港機場 你馬上要飛回大陸 為什麼走這麼匆忙呢 因為現在壓力真的很大 公安局司法局 律師協會 律師事務所全在給我打電話 說秋實你別在那敏感的地方待著了 你再不回來誰都保不了你了 尤其是我的同事我的領導可能也要受牽連 就是他們要承擔管理不力的責任 可是本來就是我一個人偷摸 誰都沒告訴我就來了 真的不關別人的事 這次來香港的初心 就是我覺得 如此重大的歷史時刻 我們普通話的媒體是不應該缺席的 8月18號100多萬人的聚會 這個活動當中 來了全世界三四十個國家的媒體和記者 我一直想在他們當中找到中國大陸的記者 但是就是很難 所以我就在做我自己的報道 但是我對我自己的報道其實也很不滿意 且不說我沒有採訪到林鄭月娥本人 我對於那些戴面具的黑衣人 那些開槍的警察 或者說那些拿棍子的白衣人 我也沒有能力去近距離的做一個溝通訪問 那你說這算是什麼採訪嗎 我想調查一下 什麼是會選 什麼是中票 是不是選舉的時候真的有人 拿大巴車把養老頭老太太全運過來 然後投票 什麼是中土問題 什麼是地產霸權 香港是不是真的還有很多的土地可以蓋房子 但是地產開發商就是摁著那個土地 他就是不開發 然後逼著你政府有一天你要蓋聯租房 你沒招 你必須得從我這買土地 這些問題我全都沒有調查清楚 胡了八度的我就得走了 我覺得我真的是對不起香港同胞 我也對不起大陸同胞 我沒有辦法把最真實最客觀的一面呈現給大家 這些天除了累的跟狗似的 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收穫 雖然他口說他說好像什麼都未做到 但是我只是單單看他幾條這些手機的自拍片 我看到的時候其實我完全是感受到他的力量 而我也都很想去將他這股力量再傳遞出去 所以我就拍了這條片 我很想告訴大家 其實說話其實還可以是很有力量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律師證 為什麼要嘚瑟一下呢 因為回去後他可能就不屬於我了 我不是一個多聰明的人 就這晚上我考了三年 我現在做的事也不像是一個聰明人幹的事 如果你問我 用三天的時間毀掉自己三年的努力值不值得 肯定是不值得 但是沒辦法我就是這麼一個性格的人 這世上有人精明的躲在後面照顧好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就得有人虎抄抄的衝在前面並且承擔後果 是我自己選的這條路我願意一個人承擔這些問題 真的不想牽連到任何人 我們要的是一個統一並且文明進步的中國 而要建設一個文明進步的中國不能靠暴力 只能靠法律 槍桿子裡邊能夠出統一 但是槍桿子裡邊出不了文明和法治 所以我要來這兒 我要促進兩岸的溝通交流 不希望因為信息的不對等 因為誤解產生糾紛甚至暴力的衝突 今年是我拿律師執照的第三年 就像那個哪吒說的嘛 三年時間很短 但是我也玩的挺開心的呀 自己的命就得自己扛 我是秋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每天7點記得看影片 追蹤Facebook、IG和Youtube 那就真是... 召喚頻道啦